有一种剧痛叫带状炮枕,皮蛇,专家五十岁后尤其要当心积极预防,张大爷捂住左侧的腰眼,脸上写满了不易察觉的痛处,这种痛仿佛有直隐形的蟒蛇紧箍于他的腰间,时紧时松,好像要把他的耐心撕成碎片,可这就是张大爷直言不会所谓的老毛病,不过疼痛刚刚的时候,他总笑着对老伴说, 来,岁数大了,哪儿都开始反抗了这样的老毛病,在很多人眼里可能只是老年人常有的疼痛,但他有个专业名字,带状炮枕,它不是小问题,足以让人生的质量跌落谷底 一,带状炮枕,带状炮枕,俗称火龙缠腰龙,是种听起来都能让人脸色一变的疾病,它是由水痘带状炮枕病毒引起的,那可是个名副其实的话 当身体抵抗力下降,像是个遥控开关被按下,潜伏在神经根的病毒就苏醒过来,大展拳脚,你看,就像张大爷,表面上是一副耐人寻味的微笑,背地里可是痛得要命,这该死的病毒,它挑人的时候很讲究,免疫力低落的老人,特别是超过了50岁的, 比亚尔斯更容易受其欺负,而且呀,这病一开始就是突如其来的剧痛 数不清的患者形容说,痛得跟被火烤,刀割没两压 这痛,是众刻骨铭心的痛,是那种你想忘都忘不掉的痛,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带状炮枕还特别喜欢跟别的病症闻藏猫猫 哎,人到老年,病痛是难免的,但这个病痛就是个捣蛋鬼,光是这突如其来的麻烦就足以让人闹心 二,带状炮枕的非典型表现,话说回来,带状炮枕便是个爱捣乱的主儿 搞得人家非典型带状炮枕都不露脸,简直让人防不胜防,他不出红枕,不尝水炮,就好像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你来了个狠的 你看人家张大爷,天天笑嘻嘻的,谁能想到他背后那隐隐作痛的秘密,这时候你得小心了 因为这种非典型表现的带状炮枕就像个高手中的藏匿高手,渗透到普通痛痛中 搅得你分不清是你那十几年的老腰椎问题犯了,还是他悄悄摸上门来 非要说白了,这非典型带状炮枕就是盖着隐身衣的眼眸,躲在黑暗角落 让许多患者煞费苦心,疼得七荤八素还察觉不到他的踪迹 据说就有个患者,原本是些老腰椎病 哪料到一场大病是这个小鬼带状炮枕搞的鬼 那疼痛就像是长在骨头里的蛆,哪怕是坐轮椅,那疼都无法让人安宁 现在提起来还历历在目,疼得连大老爷们都得掉眼泪,真是一言难尽啊 三,痛苦的求医之路 每个寻医问药的故事都是一部戏 而带状炮枕的患者们往往是里面最煎熬的角色 想象一下,当你被一种无形的痛苦缠绕 却在医院的冷光下徘徊,寻找答案时的无助 带状炮枕的症状因人而异,尤其是那些非典型的 他们像是变色龙,医生没几个能一眼认出来 病人们常常被一次又一次的误诊折磨住 有的被当作简单的肌肉拉伤 有的甚至被误认为是心脏病发作 疼痛的根源,那些潜藏在体内的病毒 却像是顽童一样躲在暗处,让人捉摸不透 医生给了止痛药,却治标不治本 病人满怀希望,结果却是一次次失望 就拿张大爷来说,他的腰疼让他走遍了大大小小的诊所 从按摩到针灸,从热敷到理疗 花光了积蓄,却还是疼得要命 那些被误诊的日子,对他来说 就像是常跑一场又一场的马拉松 终点却总是模糊不清 这就是带状炮疹带给人的绝望 一种连医生都难以触及的痛 四,科技辅助下的正确诊断 然而,科技的进步给了我们新的希望 带状炮疹,这个曾经让无数患者和医生头疼的难题 现在开始有了新的破解之道 红外热像技术和病毒抗体检测 就像是两把锋利的剑 助我们揭开带状炮疹的真面目 红外热像技术,它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但在诊断带状炮疹上,它就像是一双透视眼 能够让医生看到那些肉眼难以察觉的炎症 它通过检测皮肤表面的温度分布 揭示出病毒活跃的轨迹 这在非典型带状炮疹的诊断中尤其有价值 Torch五项检测,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特工代号 实则它是一项血液检测 能够帮助医生确定身体内是否有水痘 带状炮疹病毒的存在 这项检测的准确率相当可观 它不仅能够帮助确诊带状炮疹 还能评估病毒的活跃程度 这些科技的加持,让曾经的迷雾渐渐散去 病人们不再需要再无尽的猜测和疼痛中访黄 张大爷的例子就是明证 当他的病症被正确诊断后 那些曾经无效的治疗被停止 取而代之的是针对性的抗病毒治疗 疼痛得到了控制 他的笑容又回到了脸上 那个熟悉的铁门声也再次响起 迎接着每一个清晨 五,针对性治疗带来的缓解 一旦带状炮枕这场战斗的天平 有了明确指向 针对性的炮火便可以精确打击 抗病毒药物如阿希洛维 就是那颗精准的子弹 一旦发射便捕捉并摧毁病毒的复制机器 解救了那些在疼痛中挣扎的细胞 不仅如此 疼痛管理也是这场战争的关键 神经组织术 这个听起来有点高大上的词汇 实际上就是在专业医生的引导下 有针对性的对那些痛感神经进行麻痹 以减轻或阻断疼痛信号的传导 当然 这还得看个人情况而定 毕竟每个人的病情和痛感都是个体的 以张大爷为例 抗病毒治疗开始见效后 那剧烈的疼痛逐渐减轻 甚至于神经组织术后 他快忘了啥叫疼 那些被带状炮疹占领的日日夜夜 终于迎来了曙光 六 预防措施与建议 在面对带状炮疹这种老是悄悄溜上门的强盗时 最好的策略还是锁好门 预防总比治疗来得实在 平时注重增强体质 加强锻炼 维持良好睡眠 这些听着平淡无奇的方法 却是构筑健康防线的坚实专实 接种疫苗呢 就像是卫生体装上了高级的安全系统 尤其对于50岁以上的人群 这个安全系统尤其关键 多项研究显示 带状炮疹疫苗能有效降低发病率 减轻患者的病痛 不过对于疫苗 每个人的体质和反应都不尽相同 最佳的策略是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 量体裁医 生活中的小细节也很关键 比如说保持个人卫生 减少应激情况 这些都能让带状炮疹病毒难以找到机会 而一旦出现早期症状 比如皮肤部位的刺痛 着痛 那就得赶紧行动了 早发现 早治疗 才能降低痛苦 恢复宁静的生活 这些都能降低了 这些都能降低了